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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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那隻老虎不是鬼鬼祟祟的那隻老虎 我知道了 老虎啦今年屬虎的朋友六個字講完 我知道了是不是玩玩啊你 不是啊屬虎的朋友六個字你今年犯大歲 今年屬虎的朋友雖然凡太歲 俗語又說太歲當頭座 無喜恐有禍禍禍禍 所以這句說話好像很恐怕 實際上今年屬虎的朋友有一顆星叫做歲駕星 其實歲駕是以前皇帝出盆時很架勢的 就是引人注意 所以今年是適宜去主動不要被動 在工作方面一定要主動去爭取更多機會 這樣就會得到上司的欣賞和下屬的支持 另外一顆吉星就叫做文昌星 文昌星是代表了學業進步的 雖然是給小朋友 但是做工的你和做生意的你 很多情形之下你會覺得 我賺不到錢或者有阻駕 是因為你不懂得怎樣去解決問題 得到文昌星之後要怎樣呢 就一定要學多點東西 不懂就去學 不懂投資就去學投資 不懂賣賣產業就去學賣賣產業 做得到的話就會 步步高升順順地比 祝大家一帆風順 福壽安康 恭喜發財 好幾位 單正 早美消防 齊興順 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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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